嗨 Fastball過來152 火燙燙 讓周家樂是三球三身好 喔 這邊 周家樂是不是被趕出去喔 是對古林瑞陽好球 讓漢將外野手周家樂吞下三陣 初決的周家樂轉身低頭 罵了一聲不雅字眼 結果就被驅逐出場 喔 直接就被趕出去 他是頭低低的 應該是有講出一些比較 不堪入耳的字眼 漢將10號在新莊出場的教授統醫師 四局下兩出局後輪到周家樂上場 面對三壘有人機會 可惜揮棒落空遭到三陣 轉身走回休息區時 拿頭盔大力砸向自己的大腿 還罵了一聲不雅字眼 就被趕出場外 有抗議喔 哇 那這樣會對於這個戰況 帶來一些變化 風哥現在蠻不開心的 被趕出場的周家樂當場愣住 總教練陳金鋒護子弟兵 上場向裁判爭論許久 但已經無法改判 賽後風總還原 宣手又講一些不好聽的話 跟裁判解釋 年輕人表現不好 情緒控制不住 能不能給他一個警告 不要這麼快判他出去 但無論如何遵守判決 最終漢將是以1比9吞敗 訴求還是繼續來151 這個時候化解了失分危機 古林瑞昂送出了單場的第8K 是對古林瑞昂10號先發登板 用98球投完5局退場 被敲6至安打外加4次保送 標出843陣 今年累計140K 僅次於隊友盛騎士 防禦率1.57是聯盟第一 古林瑞昂 收下了本賽季的第9勝 個人的4連勝 古林瑞昂近期表現亮眼 有機會在世界12強賽 代表中華隊出戰 日本監督景端紅河 就特別點名要注意 這位台灣投手 10號到13號抵台情搜 統一式隊友盛騎士 也看好他出國發展 直言古林瑞昂是今年終止最厲害的本土投售 TVBS新聞新聞 我喜歡吳婷婷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